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加油站的老板 他呢 叫李威 就在那儿啊 盯着自个儿的手机 颠来倒去的看 看了得有将近半个钟头 看什么呢呀 不是跟咱们现在似的刷抖音 刷快手 不是 他呢 是盯着一条短信在那儿看 发短信的这号码啊 他也不认识 内容呢 写的很离奇啊 上面写的是 本组织送给你一个礼物 东西就在距离县城多少公里之外的 哪个建筑工地 你必须去取 否则后悔终生 各位 如果说您收到这么一个短信 第一感觉是什么呀 那指定是骗子呀 对吧 或者是不是发错了呀 但是李威啊 他这心里边不踏实 李威呢 这可是个地地道道的有钱人 经营着好几家加油站 生意可红火了 所以啊 社会上各种各样的朋友也多 不过这个号码 他真不认识 也不记得说有谁要送他礼物啊 哎呦 这是不是哪个兄弟哪个朋友 在这逗我玩呢呀 他呢 就拨回了那个电话 想着问问到底怎么回事 可是打过去之后 对不起 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李威这人呐 好奇心特别的重啊 自个儿琢磨了半天 还组织送给我一神秘礼物 什么组织啊 加油站协会也没这么个协会啊 还有这神秘礼物 是什么礼物啊 不过短信里边提的那地址啊 很准确 很精确 到底在哪 什么位置啊 这一看就是真地址 李威就决定 我呀 明天一大早去看看去 甭管怎么回事 我得弄个明白 果然第二天一大早上 他就去了 到了那个地方啊 还真找到了一个东西 是一个黑色的塑料袋 塑料袋呢 不大 但是里边明显是装着东西呢 这袋子口啊 也系上了 李威呢 也没敢当时就打开啊 隔着这袋子 稍微摸了那么几下 突然就感觉 哎呦 这什么呀 反应过来之后 那脸色呀 刷的一下子 惨白惨白的 因为这东西摸起来 软软乎乎的 跟一团肉似的 说谁送我的牛羊肉 那不可能这么大老远的 让我自己来拿来呀 会不会是 李威就感觉呀 当时这心哪 蹦蹦蹦直跳 要是戴个这智能手表啊 估计心跳得能飙到220 反正这李威吓得 不敢打开这塑料袋了 赶紧就报了警了 没过多久 闻喜县公安局的民警 还有法医就都到现场了 把这塑料袋 慢慢的就给打开了 一看这袋子里边 民警啊 浑身都机灵起来了 原来这袋子里边 装着的是一只血淋淋的手 法医一看 这是一只左手 是一只男人的左手 是从手腕那儿 齐刷刷的被砍断的 那切断面啊 是非常齐整的 警方判断 能够做到这一点的 要么是医生 要么是屠夫 这手太准了 干净利落脆啊 再看李薇吧 腿早软了 咱们也想不到 哦 收到的神秘礼物 竟然是这么个礼物啊 那么送礼物的 到底是谁啊 什么组织啊 为什么要送给他一只手呢 这手又是谁的 这闻喜县呢 算是个小县 县城就那么十几万人口 之前的社会治安一直挺好 这种案子 在当地还是头一回发生的 警方就琢磨着 是不是李薇得罪什么人了呀 让人报复了呀 就问他 你想想 最近得罪谁了呀 跟谁结仇结怨了呀 李薇一听 脑袋摇的跟拨烂鼓似的 没有啊 我呀 虽然在我们这儿挺出名的 是吧 估计你们也知道我 我这身件也不少 但我做的都是本分买卖 我没得罪过什么人呢 并且警官你看啊 这短信里边说 是组织送给我的礼物 组织 是什么组织啊 公安局民警就琢磨着 既然说是组织 会不会是黑社会组织呢 李先生 你有没有跟什么黑社会组织 打过交道呢 没有啊 我没跟那种人接触过 就在民警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 李薇的手机呀 又响了 哎 又是一条短信 打开一看 写着这么一行字 一个人头一百五十万 一条人腿九十八万 一只人手三十五万 你自己看着办吧 嘿 明码标价啊 这是啊 这是发过来了一架木表啊 干嘛呀 打折促销啊 这时候李薇跟警方才明白对方的用意是什么 这摆明了就是敲诈勒索呀 李薇收到的礼物是一只人手 那么就得按加木表上给人家付三十五万 哎 这种敲诈案说实话 警方啊 也感觉挺稀奇的 没见过这样的 一般情况之下敲诈勒索 对吧 要不绑票啊 他不是这么操作的 哎 可哪想到啊 没过多久 又有一起报案 跟李薇这遭遇啊 基本上是一模一样 依然是在十二月七号晚上 文喜县 有一座水产生意的老板叫赵华 他呢 也收到了同样内容的短信 赵华呀 没有李薇胆大 他没有去找礼物去 直接报了警了 警方呢 按照短信里提示的内容 在县城郊区的一个桥洞子底下 又发现了一个黑色塑料袋 打开吧 又是一只手 之前不是左手吗 这回啊 是右手 一夜之间呢 县城里边 两位鼎鼎大名的富豪啊 都收到了这所谓的神秘组织 送来的神秘礼物 显然 这是同一伙人干的 现在 摆在警方面前的有两条线索 第一 那个发短信的电话号码 如果能查出来是谁发的短信 就能顺藤摸瓜 把他们一网打尽 第二条线索 就是那两只手啊 找到断手的主人 或许也能够突破案件 不过很显然 这犯罪嫌疑人没那么笨 查这手机号码吧 是假身份证办的 你根本查不出来机主 这条线索就断了 那再查这断手的主人是谁吧 会不会是这俩老板的什么亲人啊 朋友啊 那这俩老板就四处扫听呗 反正家人没事 那别的亲戚朋友又没有事啊 问了一圈 都没事 所以这个可能性也被否决掉了 警方查来查去 始终弄不明白怎么回事 而这时候法医对断手的检查 也有了一个确切的结果 这两只人手是同一个人的 并且从断手的切面上来看 这不是活着的时候砍下来的 是人死亡之后肢解下来的 看到这鉴定结果 刑警们这心里边都倒吸一口凉气 这可不是简单的敲诈勒索案了 这出现死人了 这得按照命案侦破 警方啊 首先排查附近村庄 有没有失踪人口 所有的这些新的坟头 有没有被人倒挖的情况 医院的太平间 有没有死者遗体被偷走 就在警方排查这段时间之内 这俩老板又接连收到了嫌疑人的恐吓短信和电话 尤其李威 他在11天时间里边收到了83个陌生来电和23条短信 电话啊 打过来之后 李威呢 一般都会接听 但你接听之后吧 没人说话 就在那发出一种很恐怖的笑声 叮铃铃铃铃铃铃铃 接过来 喂 你好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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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再看这短信的内容吧 也越来越可怕 有一条短信这么写的 在此声明 没有恶意 送礼 只是让你知道 本组织的决心及实力 合作对你没有坏处 不合作可能会连累你的所有 本组织也想和气生财 警方看见这短信啊 是又好气又好笑啊 但是从这短信内容上 从他打电话的这个频率上来看 这嫌疑人有点沉不住气了 这嫌疑人只要开始着急了 对于警方办案来说这是好事 为什么呀 他越着急 越可能露出破绽 这警方啊 就做这李老板 跟赵老板的工作 李老板 李威 胆子呢 稍微大点 警方啊 跟他沟通了一番之后啊 李威就同意 配合警方跟嫌疑人周旋 骗取更多的对方的信息 于是李威呢 就给对方发了一条短信 说我已经准备好了25万 你啊 给我一个账号啊 或者告诉我怎么把钱给你们 果然 对方啊 上了当了 几分钟之后 李威的手机上就收到了对方的短信 给了四张银行卡的卡号 一看对方给了卡号了 警方高兴极了 有了卡号就能查开卡人的信息 甭管这人是不是嫌疑人 最起码有所关联吧 顺藤摸瓜肯定有收获呀 经过调查 四张银行卡的开卡人是同一个人 本地男子叫杨莫娃 已经58岁了 警方啊 立刻开始调查杨莫娃 可这一查 又发现不对了 为什么呢 据大伙说呀 这杨莫娃特别老实 特别本分 平时就是打打零工维持生计 甚至有点窝囊了 窝囊到什么程度呢 她媳妇啊 都跟她过不下去了 早些年就跟人跑了 这杨莫娃呢 自个儿孤家寡人一个 老家的房子也没钱修 也住不了人了 现在呀 自己租房过日子呢 也就是说 杨莫娃现在的生活 是极其的凄惨悲凉 这种人呢 确实是有犯罪的可能 那么杨莫娃是不是嫌疑人呢 她现在在哪呢 警方一查 发现杨莫娃失踪半个多月了 这一下子 这调查工作可又到了瓶颈了 原本以为最重要的突破口 杨莫娃突然消失不见了 线索就断了 这可怎么办 这时候啊 李威也害怕了 自从发去了 要给对方付25万的那短信之后 嫌疑人就一直催他打款 这嫌疑人呢 迟迟收不着钱呢 后来发了这么一条短信 明天就是最后的期限 再不给钱 你就等着后悔一辈子吧 看到这短信内容 李威啊 浑身发冷啊 嫌疑人 这已经不耐烦了 下了最后通牒了 要再不给钱 真可能出大事啊 这可怎么办 警方思来想去 决定啊 还是查这杨莫娃 调取杨莫娃的手机号码 查他的社会关系 甭管杨莫娃是不是嫌疑人 既然四张银行卡都是他的 那么他跟这起案子脱不了干系 经过排查 有一个人浮出水面 谁啊 杨洪斌 这杨洪斌37岁 在文喜县城外十几公里的一个小镇上 开了一家小旅馆 根据调查 最近这半个月啊 杨洪斌跟杨莫娃经常打电话联系 另外还有一个巧合 像李老板和赵老板发送短信的那手机啊 经过信号源技术追踪 落到了杨洪斌的那个小旅馆的方位之内 也就是说短信都是从这个小旅馆里边发出来的 难道说杨洪斌就躲在杨洪斌的小旅馆里面呢 或者说还有别的可能 警方立刻出发 赶到杨洪斌的小旅馆抓人 可到了现场啊 没见着杨莫娃 只是找到了杨洪斌 杨洪斌一看警察来了 哎 说了一句话 也很奇怪 我知道 我的命活不长了 警察还没问他什么呢 他来这么一句 什么意思啊 嘿 警察一听 心里边有数了 这案子呀 这就算破了 原来啊 一直被警方认定为嫌疑人的杨莫娃 已经死了 怎么死的 就是杨洪斌杀的他 杨洪斌 是这整起案件的幕后黑手 至于那两只人手是谁的 估计您各位也猜出来了 没错 杨莫娃的 杨洪斌说他跟杨莫娃 是打麻将的时候认识的 由于这些年来 杨洪斌这日子呀 过得也不顺 杨莫娃这日子呢 过得也挺苦 俩人同病相怜了 很快就成了好哥们 好朋友 好兄弟 经常一块喝喝酒 发泄发泄 互相聊聊天 俩人都一样啊 没钱 没老婆 没孩子 一无所有 有一回喝醉酒之后 俩人就聊起来了 咱得想法挣点钱呢 杨洪斌呢 一肚子的坏水啊 他说呀 咱干脆绑架个小孩去吧 杨莫娃老是人的 一听干坏事 只摇头 不行不行不行 从小到大 都是别人欺负他 他可不敢做这些事 可杨洪斌 能说呀 能言善辩呢 没多久 还真把杨莫娃 说的心思活络了 于是俩人就开始分工合作 开始准备绑架前的各种工作啊 杨洪斌呢 主要是做指挥 杨莫娃呢 就出体力干活呗 不过一个月之后 杨洪斌发现自己看走眼了 这老伙伴啊 是真不行 太笨了 杨莫娃性格软弱 人呢 也不机灵 不聪明 杨洪斌让他干什么事都干不好 杨莫娃那四张银行卡呀 也是为了绑架 这才去办的去 您各位想吧 这么一人他能聪明哪去呀 对吧 想着绑票 用自己的身份证去办卡去了 现在杨洪斌意识到选错人了 他感觉杨莫娃不仅帮不了他 还可能会把他给暴露出来 现在自己所有的犯罪计划 都告诉杨莫娃了 一定得把他除掉了 这么着 老实巴交的杨莫娃 就让自己这好兄弟 好伙伴好朋友 给害死了 随后杨洪斌呢 改变计划了 来个有技术含量的敲诈勒索吧 这就有了咱们之前说的 那两条勒索短信 这杨洪斌呢 原来杀过骆驼 对于知姐呀 他是有经验的 所以把杨莫娃的双手 就都搁下来 就作为神秘礼物 送给了这两个知名的大老板 李威和赵老板 这案子终于是水落石出了 俩人一个是想干坏事 但是把自个命给搭进去的老实人 一个呢是自以为聪明 但是也并不高明的杀人犯 最终啊 天网灰灰 疏而不漏 这杨洪斌呢 也应故意杀人罪 被判处死刑 行了 这个案子就为您说到这 更多内容 下期节目再会 请不吝点赞